第一次 來吧 前面們 離開了老公孩子 說不出的慶祝的時刻 蓋蓋是那種 他只會演出其他什麼都不會的人 他就是生活上的白痴 夠了呀 黃紫然 我會訓練我老公 我覺得你只要夠懶 你老公就會幫你 現在他在洗腦 你好 環環做爸爸 你覺得他怎麼樣 尽管跟我们说 帮你做主 女生没有自己的经济独立 会很危险 是我危险吧 会被别人不承认 或者是没有价值感 会担心这个 我女儿查出来 心脏有一个问题 我女儿也是 她是心脏吗 心脏 就有一个洞 天呐 我们儿子也做了一个手术 这个可怕的是什么 就是儿子打了一个麻药 立刻就 医生说你们等四十分钟 结果我们等了两个小时 哎呀 还可以吃饭吧 我那时候拍了一部戏 男主角 女主角大叫 啊 怎么回事 他后来讲了一句 不要拍戏 你演不出来 啊 你没有 所以你不仅做垮综艺节目 你还拍垮电影 我们怎么会跟你在一起啊 真的啊 失败的表率 本节目由妈妈网孕育赞助播出 怀孕育儿就用妈妈网孕育 我可以带我跳绳 可以啊 跳一跳 运动一下 来 我帮你算几个 好不好 好 我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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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吧 我帮你 他看你 他看你这么笨 还没跳 已经缠成这样 哎呦 一 二 脚尖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 九 十 十一 你的手错了 对啊 他那个手 一上一下 等等 听我 哎 你不是这样的 OK 两只手 这边稍微碰到一点点 没有人可以讲话 我弟弟可以讲话 你不学 你永远只不会超过五十下 你听宝宝讲吗 对啊 我以前是跳绳组的 对啊 我以前是跳绳组的 对啊 三 小肩跳 两只手平均一二三四 就好了 就保证你一百下 好 来 现在跳 ready go 一二三四五六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就好了 十九八七六五 好 四三二一 好 不要马上坐下来 又走一走 每天早晚各一百下 你就会长高高 要不然弟弟将来 比你长得高了 又要吃饭了 好了 不要玩了 洗手了 Jasper 哇 能家什么 楼下被炒到 有楼下吗 真聪明 挖暖汤好吧 不要自己 我要酸豆角 我也有酸豆角吗 来 对 thank you 先吃这个 等一下 一点点 不健康的东西先不吃 你先吃新鲜的 来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丁文 那个丁丁小的时候豪带乖 因为你不是我们预算中来的 所以你就很自爱 你知道 就是我要生存 你怕被丢掉是不是 那个年代的人没有太把小牌子 放得那么重要我觉得 现在小孩子太重要了 太多attention 我不知道爸妈他们是苦耐劳的 他生了我们这一代 因为很穷没有办法疼我们 那我们这代生你们这代已经 好一点了 都很丰富了 开始就会疼小孩了 那到了你们这代 就有点疼都过分了 你看七岁还不会自己绑鞋带 对啊 你要自己绑鞋带 所以说那个Jasper 那个什么卡通 那叫什么电影 到了一个那个space ship上面 一大堆人住在上面 然后那个人都变得 手脚都很细细的 人变得很胖 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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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退化了 因为他不需要用 对因为你们不用嘛 他就慢慢退化 这是合理的 就今天早上起来 我就看Jasper的手短一点 那个T恤袖 袖子潮的一点 我想说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我都自己一个人坐过飞机的 五岁 我五岁的时候 一个人从美国坐飞机到台湾 自己一个人哦 我自己一个人 我自己一个人 那是很危险的 因为没有人在台湾 你只是自己一个人 你自己一个人 你自己一个人 你敢吗 不敢 很敢讲不敢做 决定 他们现在聪明的方式 跟我们不一样嘛 生活技能很差 对 生活最基本的就比较差 你这样煮个饭肯定不会 你这样我五六七岁 我还帮你煮饭 七岁以前帮外婆炒柜 食材一套 她高兴得不得了 不过我觉得她 比现在那个小婆小孩子好一点 你的心目中只有两种孩子 向日葵 Jasper跟破孩子 向日葵 隔壁都是向日葵 我也在这边 没关系 没关系 等等我还弄 你等一下 你先你弄 你去弄 你吃完你弄 OK 你吃完了没 我吃完我弄 去剪 去剪 你去哪里呀 我看到最新约盒的 它要拿吸尘器不会吧 不要不要不要 并不要 不要不要 不要零宝杯 你就让它吃吧 你壶掉它来吃吧 是不是 试试看 等等我要去把它拿起来 里面的灰全部我再来剪一遍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 刚讲阿不做事 因为我不敢让阿做 做了以后我要做更多的事 那你不这样历练你没办法 那你等他历练一下 其实quarantine14天最好的历练 好处 不处 不处他已经历练到 可以吃点辣了 这收获好辣 其实几颗饭 不需要用七层七 Jasper 因为你刚刚讲的 不是 饭是不需要用 是因为饭是那个黏的 是因为饭是那个黏的 But you wait I want to get this out 好 你就把拿纸巾 跟那个米 先拿起来就好了 OK 用纸巾对 把纸巾拿起来 对不对 ANTE страх 什么东西 掃 围 你要干吗 预饰 饭 你干吗 哦 你干吗 谁叫它去做事实装 去收拾帕后 一 הפ 就知道为什么有时候 你的小孩子不会做 是不能怪他们 是我们不给他这个过程 觉得太麻烦了 对啊 你要洗碗 等一下洗碗 为什么不能洗碗 他的成长就是你在阻拦的 他等一下洗碗 Jasper 去去吧 把他后面去 Jasper拿筷子 你快一点否则别人都做完了 找我怎么洗碗 喂 你抖啊 嗯 这样子生活技能提高很多 来 去 去洗碗 没事 掉了就捡起来就好了 捡啊 你不捡啊 我会 捡起来 快点 好好捡不要这样 好好捡 来 手洗一下 手洗一下 请你轻轻的放 你这样我不欢迎你帮忙做事 你先不用洗 因为你要捡筷子 好 过来过来过来 手没有 你手湿的这样地上会滑 哎他这样子很讨厌 原来你做事这么拉拉沙沙 不要不要帮他 要不然真的他不做了 没办法 是要这样子的 太拉拉沙沙了 太拉拉沙沙了 哎不要用丢的 你有再用丢的 下次你吃饭我也用丢给你 对 菜瓜 这个菜瓜布 要用这一面洗 哇 小心打破哦 我喜欢烹饭的味道 烹饭的味道 对 新鲜 小心走滑摔破 哎 那好玩的 嗯 那好玩的 你看着看着洗 今晚上一人一碗白饭就好了嘛 天呐 清淡一点 好清淡哦 好清淡的 清淡的有点可怜 哈哈哈 还有一只鸡耶 有什么清淡的方法做 有 蛋糕一口 翅膀一口 哇 你跟 你跟那个Ruby讲这个鸡他错语 所以 所以 他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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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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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呐 一 洗完了 你觉得洗碗写得不错 我喜欢 挺好的 好好好 好好好 再去买一个小的围裙 因为它有扇子 他至少知道这样子放过来就放过去 哈哈 哇 他没有就是洗碗再摆了 非常好 你比妈妈有慧根 我觉得你有洗碗的天分 很好 以后都给你洗 父母越懒小孩才会越勤快 这些是我的 洗得真好 来 適你的 我再冲一下 我不擦一下手就可以出去了 谢谢 你今天第一步 第一步 太好了 然后我会教你 爹地的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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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 你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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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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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起来了 他自己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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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浩 就终于翻身了 他刚刚这样躺着想翻身 对 这样子我们没拍到 我再来一次 哈哈 他起来了 快点 快点 你会了 Jerret 我相信你 你会了 你会了 他起来了 你会了 我拿到你 你拿到你 我拿到你 拿到你 你拿到你 我拿到你 你拿到你 你拿到了 我拿到你 小一点 小一点 就有点再来 Jaren 一辈再来 小一点再来 Jaren Jaren 我 我看爸爸起来了吗 他总是拍到早上才是上班来 最后天 好玩 剛剛Poho自己翻身 自己什麼 翻身 啪 怎麼翻身 原本是這樣的 然後變啪 你兩個月沒見到她 沒事的 挺好 沒事沒事 很快就見了 沒事 你昨天有沒有看演出 看你的演出 沒有 剪得挺有趣 你下次跟誰唱 阿極阿極 原來她是唱歌的 她長髮長大的 我一直不知道她是唱歌 她有沒有聽 對 我看了另外一個節目 發現 蓋是我老公的鐵粉 阿極快快地讓我把它收起來 好 好 來 我們恭喜陳小春 蓋 來 請兩位舉起你們的展覽 謝謝 老子是活過 你是活過的了 對於小活活 因為我講禮貌 有好多個人拿去比較 把包頭摸摸 這個月才幾號 Jasper 爹地 大哥 你完了 大哥 不理我 理理理 來 爹地找你 昨天他說爹地唱得最好 是嗎 其他人蠻難聽的 她說其他人蠻難聽的 只有爹地唱得好聽 嗨 嗨 我們昨天全部人都有看 我媽說 會唱歌的人就是會唱歌 我說你有戲劇 你更有戲劇效果 然後 跳 就是快完了嗎 看完你了以後我就說 睡覺吧 然後他們就說 蠻好看的 把他看完吧 最最快的 就是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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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买的可以 对不对 巧克力的 他更想吃蛋糕我确定 西装头梳起来 这件衣服好可爱 我们现在要开始研究晚餐了 你下来了 又换衣服了 西装头梳起来 好帅你 好了 我们吃饭吧 好来 喝点果汁 喝点果汁 来 看点果汁然后一步一步告诉我 你们弄垮了几个综艺节目 让他们学习一下你的经验 学都学不会 其实是时机不好 这个是 快时机 好的时机碰到 对的人 对的电视公司 对不对 那现在如果人家再给你做个节目 你要做什么节目 我的 我的 我的那个idea太多了 抱歉 你现在讲三个 然后让他马上就 哇 那不能乱讲想一想 我记得那个时候拍的一部戏 男主角 我演那个医生嘛 你主角躺在那边感冒 我呢跟他那时候第一次见面吵架 我拿了一个温度计 甩甩甩 走过去 跟他讲话 他嘴巴张开 我把温度计放在他嘴巴里面 然后呢 反正顾了手就顾不了脚 顾了脚又顾不了这个台词了 你们就知道他为什么当不了解学 好吗 后来 我终于有一个镜头 很顺的过去了 就把那个 那个温度计要放在女主角的嘴巴里 女主角大叫 啊 怎么回事 因为我甩太用力 把那个温度计甩破了 后面是尖的 我就要往他嘴巴里面放 我哪里指导啊 对不对 就把那个女主角吓坏了 下面请欣赏丁爸第一次演戏的片段 哎 干嘛 嗯 别叫 咬断了 我要你陪哦 所以你不仅做垮综艺节目 你还拍垮电影 没有 拍垮电影先 然后做垮综艺节目 做垮综艺节目 我们怎么会跟你在一起啊 失败的表率 这是你第一个做垮的 然后第二个做垮的呢 还有那个 我们那个老师斯卡伊达那条 那条歌很好 那条歌红了 这个歌出来的时候 他要找人唱啊 他说 当然找男主角女主角唱 最容易红嘛 好了 我们两个都去录了 录完之后 他们就决定另外找人唱 这事情我也发生在我身上 真的啊 我的失忆男友的歌 让我去唱 唱完以后 被蔡依林唱 哇 你都没讲过啊 就试都试不过啊 不是啊 我说你隐藏的秘密这么久啊 但是也没有谷天乐唱啊 谷天乐也没唱到啊 对 他还是安置结唱的 我跟你讲 我们家胡冠真也没唱到啊 对啊 谷天乐也没唱到啊 对啊 也不是 我听你们两个很棒 又不是我一个人没唱到 应该当下没自己嗨 对 哎 那首歌谷吞了也没唱到 我也没唱到 OK 但是那条歌我听了 也不怎么样 不可能给你唱 哇哇哇哇 上帝 哎 我们在讲话 你们都没有人理我们 对 他等下切蛋糕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跟他切蛋糕 对啊 对啊 赶快先切了等等 他要睡觉 他八点半要睡觉 我们就拿在那边切吧 对 谁的生日啊 以迪 二五个月啊 耶 马上就到我们了 啊 好不好 好不好 哎 五拍完啊 我们弄个十 先把Jasper十岁生日先给他照进去 算 那也太惨了 哎呦好可爱哦 那你先过来 你先搭他过来 你抱着他我给他自己拍一个 好 没有你啊 好可以吗 泥 atrella 祝你生日快乐 moins 蝙特莱拉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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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吹蛋糕了 一二三 耶 教四方吧 哥哥来跟弟弟照着 你照着他们两个 来 来 你刚说看前面 你刚说看前面 哼哼 今天你五个月了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 录《新生日记2》 当你看到这次录制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们平常全家人 是有多么的照顾你 爱你 在你身边围绕着你 你看你现在很幸福 真的很快 跟那个 大家都说再见 再见 再见 Good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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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节目由妈妈网孕育赞助播出 怀孕育儿就用妈妈网孕育 欢迎来到《新生日记收官派案》现场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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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姐 比如说小朋友过来打他 那让他还手吗 小孩子之间是不要牵扯到大人 你会遇到很恐怖的家长的话 就这样 那我可能就比他更恐怖了 对 那时候爱姐从来不叫他 老公叫宝宝 乖乖 宝宝 什么事 所以呢 接下来呢 我要带着妈妈们 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玩我们的 唱我们的 吃我们的 聊我们 青年会跟在 跟我们在那边连线 好吧 好 就留你们现在在这儿了 那 小白你是要作为 你跟我们去吗 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 这样你 你不是 你替安晴过来 安晴跟你们连线就好了 哈哈哈 我跟他我跟他 哈哈哈 好吧来吧 妈妈妈我们走 好 然后我是负责 带爸爸们在这里 哈哈哈 打扫卫生 等一下 把这儿给打扫干净 她们过去了 她们真的是聊秘密吗 对啊 不然呢 其实我觉得女人 有很多秘密 不能当着男生说的 比如说 是 比如说 等一下你看了就知道了 哦 这个会播啊 哦 我们可以看他们 等一下 但他们是不知道 你们看得到的 所以等一下 可能会是一个 畅所欲言的环节 几家欢喜几家忧 这个好玩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环节 我参加不太好 哈哈哈哈 不 你作为家属的家属 可以 可以 这个环节最精彩 就是他们真的不知道 我们在看他们 哦 我已经听到声音了 嗯 天呐 只能感觉 叽叽喳喳 已经开始了 脸 我再已经 唱歌了 来一下 你吃 吃的欲望 吃的欲望 哇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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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他们的尖叫 为什么 啊 啊 他们怎么感觉 吃了别的节目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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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鳞跳 一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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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现在呢 离开了老公 离开了孩子 多么值得庆祝的时刻 但是年龄哪个长 每次生日都像筷子手手里的刀 我自己的无价尘法 A到包 看我能唱过啦 别让王思然唱歌 好吧 别让刘洁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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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思然 好了 好吧 王思然 看起来 咱俩还是挺有渴望 唱歌的状态 就好好聊天不行吗 大家的太太有多久没有出去 跟自己的朋友聚过会了 很久 有孩子之后 对 现在他们还没有开始 我们可以大概预测一下 他们等一下要吐槽到哪些点呢 我们难道不是五星好男人吗 我觉得 我觉得要可能吐槽的就是喂夜奶吧 我觉得 唯一可能 喂夜奶你会不起来是吗 我会醒 但是这个醒是 只是醒 思想醒了眼睛没睁开 就是这种感觉 当他起来 不管是在 在就是 吸奶还是在喂孩子 我会捏一下他的脚 证明我在的 我在 你卖的 我在 只是他那一秒就够了 我在 然后继续睡 就是这个感觉 他可能会吐槽这点 我觉得 我之前没有 如果我有演出 我就不会赔 我就单独睡 因为我觉得第二天早上 你的体力 会影响状态 对 所以就很少 就是 让我在家的话 如果我没事 我愿意起来 但是好像我也没什么用 醒来也没用 还是告诉他 我在 对 还是 这个特别有用 我觉得真的特别有用 对 对 可能心里有 对 你呢 我 昨晚三个小时 我觉得他吐槽的话 我觉得他会吃宝宝的醋 你就太关心孩子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都在一个房间吗 心思可能就花带孩子 对 宝宝一哭 然后我就过去看什么 然后他会时不时说一下 你帮我捏捏脚 但我下意识是说 我先把孩子 先那个 然后再给你捏脚什么 对 因为安晴是小姑娘 很有可能 小白 你会这样吗 我刚开始会有 过几个月就不会了 还是孩子更重要 嗯 因为他有天不 来 坐里面 来吧 坐吧 这边再坐一个 来 哎呦 哎 我给大家那个带了一个蛋糕 哦 对对对对 谢谢 谢谢 谢谢蒙姬 哇哦 给你切一块 来来来来 好吃 你又瘦了好多这次 你上次就了 瘦了 你以前的裤子还穿得下去吗 穿得下去 还穿得下去 那就没问题 就我的体重和那个尺寸 都是到了以前 但是就是 感觉肚皮的那个肉吧 以前是肚脐是往上走嘛 现在就会没有那么往上 我知道 你有扎肚子吗 坐月子的时候 有 绑 已经绑了是吗 绑过 就我想要那个特别平特别平 就有点难 我记得喂男那段时间 看到鱼汤 我都想吐了 你们有喝吗 我是喝猪蹄汤 我那时候 因为我是要靠吃才有 然后 我一 本来是从一周吃两次 猪蹄汤 从一周吃三次 后来就一周吃五次 这猪蹄汤很好啊 不行 我看到以后就恶心 你说的这个汤 就是说那个要喝 公鸡汤嘛 嗯 然后田田嘛 嗯 然后去拿了他 他爸特别热情 给我拿了六只公鸡 好可怕 活的啊 然后我去开车去拿 拿抱回来过后 放在那个院子里 然后第二天就被投诉了 你想一下四点半 六只公鸡打拼 太恐怖了 妹妹出生以后 我就开始慢慢产后恢复 嗯 你好有个妈妈网孕育APP的帮忙 你看他啊 上面有厂后恢复宝典的小工具 然后里面还有很多食用的知识 叫妈妈受回小蛮腰 以及做 小蛮腰 的修复 特别的实用 我们还有一个妈妈 对 她就她刚刚生完才 才十天 十天 所以呢 她这位没来 但她跟我们连线 安静 是宁环宇的太太 我们来看一下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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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晴 好漂亮啊 我太遗憾了 我觉得没能去 你状态好好啊 安晴 对 你现在怎么样 好多天了 伤口恢复得怎么样 挺好的 挺好的 不疼了 她现在感觉就很不痛的样子 生龙活虎的 挺好的 宝宝也挺好的 好能喝呀 她 好能喝 好能喝 她现在一次要喝九十毫升 哇 她才十天 真好的 超能喝 奶水够不够啊 挺多的 她看起来就很够的样子 挺多的 她没有忧愁 就脸上就很开心 就一切一切如一 缓缓做爸爸 你觉得她怎么样 有合格吗 我们现在只有我们一帮妈妈在 没有老公在 你有什么想要吐槽她的 尽管跟我们说 帮你做主 就是她突然就不熬夜了 就是说晚上宝宝 她睡不着的时候 都是我在管吗 我懂了 这是一种吐槽 就是没出生的时候 我说 我说我这个人吧 没优点就能熬 我说那孩子说 不是说晚上会哭吗 你别管 我来 结果就出生了 每天两点半我准时睡觉 必须睡 每天必须睡 就是爸爸一般都听不到 孩子哭的 知道吗 除非你踹他那种 是 爸爸耳朵一般都不是很好 我觉得有可能他是嫌 他的零花钱有点少 你没有考虑过他 你只给他五百块钱 五百块是 涨了没有 一个月吗 对啊 对 你跟他涨了一点吗 你跟他涨一点吗 涨了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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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刚才我们聊天的时候 他还觉得自己压力蛮大的 他觉得作为一个男的 得怎么撑起这个家 经济上得努力什么的 你觉得呢 他可能是觉得 我挺辛苦的吧 他也挺累的啥的 不要有那种压力了 就是其实你现在挺满意的 对不对 对现在的家里 我非常满意啊 我太开心了 对孩子为啥不开心 他整个运气都在陪着我 做月子也在陪着我 太好了 所以一切都很好 对不对安晴 都挺好的 你也没有什么需要 我们帮你收拾你老公的 对不对 没有 你们帮我多照顾一下他吧 他太哭了 照顾一下他 那不聊了不聊了 哎呦 主的孙姐乖乖 我看见你们 我真的好 好像过去啊 没事 我们 你没事 回头等你恢复了 我们再给你办理 我们再来个聚会 好不好 你现在要好好休息 好 没事联系啊宝贝 我们来家吃饭了 好 加油 加油 妈妈 你发现没 如果说孩子就是 比如说有半夜哭这种情况 男的应该会 他们会内疚吗 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不会 为什么内疚 是因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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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二十人 昨天晚上还在 练琴练到一点钟 我们那小的一直在哭 他说你快点休息 我说我睡不了 小的在哭 隔了很久回个信息 哦 那我也帮不了你 辛苦了 就你觉得他有内疚吗 男人不会有内疚 就已经很好了 他不会觉得他有问题 就是你的意思是 他已经在想 他还能不能帮这个事情 就已经很好了 我老公现在 唯一跟孩子的互动就是 他把手机给我女儿之后 然后给我视频 我们出差什么的 我都会看那个监控 比如说宝宝几点睡了 或晚上有没有哭闹什么的 我老公连那个监控的 那个软件都没有 我老公也是 都一样 盖盖是下了之后没有看 妈妈们在说 就是爸爸们平时 就算不带孩子 也完全不会觉得内疚 对 不是不愿意 主要是你怕你去弄了 你也弄不好 我主要是 对 主要是担心这一点 我爸妈都是那种 你走开点 就是你走开点 你别来 别来瞎掺和 就是这种 他总会觉得你做不好 他们自己能做好 就是这种 而且 我换过两次尿布 我真的觉得自己 不是那块链 就真的 会把孩子弄得不舒服 主要 对 并不是自己不愿意做 我会训练我老公 然后怎么训练 说来听听 我觉得你只要够懒 对 你老公就会帮你 就是你不做事 就会有人做事 对 但是 但凡老公都会有个什么 你发现没有 就是老公玩了一段时间 孩子之后 他就说 你妈妈呢 对 妈妈在哪里 真的你知道吗 小妈妈 我们一起 你知道吗 找下一个抱抱的 对 我现在也学会了这一招 我们跟大孩子玩了一会儿 就爸爸呢 来 我们一起去找爸爸 什么 就我觉得 我后来 因为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刚才 萌萌在说的时候 我在想说 哎呀 为什么男的不内疚 我们女的这么内疚 就这事是我们一个人的 就他们也会有这种情况的时候 为什么 他们好像就 心那么大呢 没有 他们好像就真的觉得 就是娃就应该是妈蛋 对 因为男人其实很需要鼓励 有时候他 你们有时候 千万不要让他觉得他带不好 他可能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情 你就鼓励他 比如他换了一块尿布 你说 好 太好了 很棒 对 他就会很 继续去做这个 对 你要称赞他 好 好 现在他在洗脑 感觉这句话就是说你的 男人千万不要让他觉得他带不好 你们两个现在 你是男孩还是你的 都是男孩 就是除了她是生了一个闺女以外 其他人 就是 那我也要参加这个 我要生儿子 我也要 那赶紧的 所以生儿子 我特别想知道 生儿子到底什么感觉 我就跟 生儿子就是特别黏妈妈 你知道我今天就是化完妆 出来儿子就 妈妈 就要摸头 还看我的蝴蝶结 就那种 妈妈 就那种特别 就爱我 就那种 现在就感觉 就是儿子爱我 就是都已经忘了 那种老公那种爱了 就儿子爱你就够了 对 就儿子 我只要跟儿子在一起 就好幸福 你看为什么我的状态 就是想把他飞回去 对 好 好 好 你看女人 就是到后面之后 就不太会 给二老公干嘛了 你现在会 现在孩子在意我 就老公随便他吧 爱干嘛干嘛 天哪 你知道为什么 我想生二胎吗 为什么 我又在想 如果有一天我死了 我只有一个女儿 她要帮我 处理我的身后事 多累 你有多少财产 你就说好 就是如果有两个人 可以帮她一起 我觉得她会舒服很多 你想太多 我有一天病了在床上 她要照顾我一个人多累 一个孩子会压力大 其实我特别想跟小儿说一下 因为我看过你之前的那个节目 就是 你对儿子的那些管理什么的 我说句实话 我非常欣赏 我其实特别想回头 真的咱们私下会跟你学习一下 蒙姐 很难 你得有365天的耐心 因为我是觉得很伟大 就是也许现在 可能她会觉得 在被管教或者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这是她一辈子的一个财富 就是她 她的这种习惯 好的一种习惯 好的思维方式 和这种规则感 规矩感 因为小孩子真的 我女儿现在就很叛逆 两岁都已经很叛逆了 两岁是最叛逆的时候 是人生第一个叛逆期 对 你知道吗 我就跟她说你不要看手机 你就把眼睛看坏 我就要把眼睛看坏 就是你会发现 就是你越要她 别干一件事情 她就越要干 对啊 你知道我女儿在幼儿园 因为她很想我很想我 她就哭了有一天 她说你怎么了 我想我妈妈 她说我妈妈死了 因为你太忙了 然后我就会来回家讲说 死的人 我说你不是看到妈妈了吗 你不能觉得你见不到妈妈 妈妈就死了 太可爱了 对 就我跟你不一样 她就没有很想我 我发现 真的 我是不是训练她 太独立了已经 你女儿跟你有一点像 因为我觉得 你不太表达 你比较酷 她也觉得我想 我不会告诉你 你要想得我不酷 也是这样是吗 我挺叛逆的 因为我被管得非常严 我也是很叛逆 因为我喜欢玩 Cosplay 二次元这些 我爸妈是完全不能理解的 我就去广州 做女团去了 这对我爸妈来说 晴天霹雳 对 那我现在问 如果你儿子十六岁 就出去闯了 你对我一亲 做男团去了 你怎么办 我肯定会管他 我肯定会干 如果到了这一步 我肯定还是会把 就是 就是时速啊 路啊 直接跟他铺好 让他尽量少受苦 但心理学上 两三岁开始 就是叛逆期的一个 就会这样 就是他就会 你跟他说什么的时候 他拼不着 对 他就不着 他其实可能也不懂 所以就我们也不强调这个 那这跟就是管得 严不严有很大的关系 我觉得没有 他就 我觉得 就是 我觉得是每个孩子 都必经历了一个过程 只是看你怎么去调解他而已 我觉得 我倒觉得是孩子 可能自己突然有自己的意识了 他不太想 只是听父母说的那种感觉了 第一次意识的觉醒 反正你青春起码都这样嘛 十六七岁 要不然三四岁 两三岁 他都会有 我更愿意理解他为生理反应 你们俩刚生完孩子 你们会对自己的事业 会有焦虑啊 会担心啊 这些事情吗 我还好 因为我就不是属于那种 事业型的女生 就是我没有 我从最开始 我就还蛮喜欢家庭的感觉 对 我就感觉我还很享受 我在家里面 就帮老公处理后面的事情啊 或者是 照顾宝宝啊 对 所以其实你享受做 险其良母的感觉 对对对 而且盖盖是那种 他只会演出其他什么都不会的人 什么叫做什么都不会 就只会赚钱 不会花钱 对对对 他就是只生活上 对他就是生活上的白痴那种 怎么白痴到什么程度 来跟我们说说吗 够了呀 黄思然 够了 就比如说什么事情 你觉得怎么这都不会干 类似于 比如说我们出去旅游 就是他什么事情都不会 就是比如说订酒店啊 做工业啊 然后坐车啊什么的 他就完全就是白痴 好像男生都这样想 我也不做 旅游嘛放松嘛 睡自然醒啊 风吹哪夜看哪夜 那你会就是听到一些 就是比如说 现在社会上的一些声音 会觉得女生 没有自己的经济独立 会很危险 会很没有安全感 即便做的再多 你的付出很可能会被别人 不承认或者是没有价值感 你会担心这个 我没有啊 因为我很少去听外面的声音 我就是听家里面的 就我听我老公的声音就好 就是他给我的回馈 就是他愿意在外面演出 然后我 我愿意为他处理 他后面的所有的事情 其实也是工作 对 就是我们两个人是相互搭配的 就是我们两个 互相听取对方的意见就可以了 就那些声音其实你也听到过 但是你会觉得那些事情 跟你没有关系 对 是我危险吧 为什么会觉得有危机感这种 我开玩笑 因为我身上从来都没钱 钱都在老婆那儿 对 因为他老公真的很爱他 对啊 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对 真的 我的家庭跟你们家庭又不一样 我呢既要在外面挣钱 然后王老师呢 他要做艺术 他要做艺术 然后他生活上也啥也不懂 所以你是 家里总是这样的 总管 就是什么都是你了 会有种感觉 对 什么都得管 我当时就跟然然是一个 我特别想当一个贤妻疗母 但是我发现家里 我不出去工作不行 因为他的 王老师那个事业真的艺术家 他是 确实是他小众 他太小众了 所以我就不得又要出去工作 工作的时候呢 你就你就会跟这个家庭啊 就是取舍 然后有的时候呢 社会会给你一种 就是说 哎 现在的女人真的是 你要入的厅堂 对 对吧 对 然后在外面又有工作 又能挣钱 你又要在孩子面前 又要特别的有陪伴 然后你要又管他吃喝拉撒 然后所有的事情没做好的 都是你的错 对吧 真的做多做错多 我那个时候特别的 就是拒绝 人家跟我说 当妈妈是伟大的 我说你不要给我上 上价值 不要 对对对 我不打算 我不打算牺牲什么 因为伟大总感觉是跟牺牲是连在一起的 我特别怕说我今天我好辛辛苦苦牺牲了什么 然后我儿子会有一天长大了 说 说我也没想要你生我出来 对 就你想到这个你就是想 是啊 对吧 所以就是所有做的一切 发自内心 我想做 而不是为他做 对 我想做 然后牺牲感这件事情给女性会 就是因为你一定会着宝的 反正我会 我不知道其他的女人是比我伟大一点 好歹我好歹想要点赞美吧 对吧 你好歹夸夸我吧 我牺牲完了以后又没有人夸我的时候 我根本别说说 别人要给我我们回报了 连夸都没有的时候 我真的会抑郁的 很委屈很抑郁那时候 我觉得就是不能给女生很多压力 因为我看你微博转了就是 水果姐的那个 就是她们对女生的要求太高了 就是说你生完孩子为什么不能立 因为有的就像然然这种类型 她一生完就可能很瘦 但是她经过了自己的锻炼 但像我这种生完还有五个月的 我也是生完 她生完的时候是五个月的 就是水果姐那个 就是很多那个评论真的是太 我在月子的时候看完以后 我真的就是心里面就是好难过啊 我说跟我其实没关系 但是我真的就是忍不住转了一下 我说现实当中呢很多大部分的妈妈 都是水果姐那样的状态 生完以后不可能立马恢复到S型 然后现实当中就是你可能大的肚子 吸着奶然后很邋遢的状态 你们看不到 但是你又要求女性一站出来的时候 又必须是光心亮临 社会上对于女性呢 就是产后的妈妈的这种审美啊 它是有一种病态的 对 那盖和黄华你们平时看这些网上的一些评价吗 那些恶评啊之类的 我会看 我有小号我会怼回去 我 但是我会很在意别人说我的家人 说我老公不行的这些恶评 会比骂我自己我更伤心 这点是肯定的 看你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 对 就是玄姐我认识她的时候 我是个学生 我刚毕业 那我更不如她的那时候 满大街都是她的广告 然后刚拿进来 我觉得我曾经也有这个问题 但我发现我这么多年过来 我没事 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价值感 我觉得 对 对 所以就你老公他自信 你不用K 你不用K 如果他稍微K 你去关心他就好 幸福感只有你自己知道 因为做做成什么样都会有人说 对 因为你改变不了他人 对 确实改变不了 萨特有句话叫他人即地狱 谁 萨特 对不起 老师 老师 你叫做我 就是说 就是说别人的这些东西 你要是在别人的规范下生活 那是地狱 你生活在地狱 绝对不要生活在别人的这个世界里 而且我自己有一个观点 就是声音会一直在 特别是引起别人注意的人 然后就是我们 心够大 够宽舍 我们可以包容那些声音 但是我们知道 明确地知道那些声音不能代表我们 就OK了 对 我觉得有这样的 一个想法成重要的 问题在意吗 在意 必要在意 那你会要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呢 就是 因为要开着那个弹幕看 要开着弹幕看的时候 那那个很伤人 比如说有说不好的 其实大部分是说好的 但只要有那么一个说不好的 他会怼回去 但是我会顺着他 对 对 我会 当下肯定 那个那个弹幕 我只 我先看一下 我只要 哈哈哈哈 完结一碎 不算 不算 哈哈 然后把他骂笑 然后结果就好了 对 对 对 冉仁平时看这些看得多吗 他都不看 他不看 他不看评论那些 他都不看 我看节目也是关弹幕 对 我有一个弟弟 然后那个女孩 她是医生 然后他们现在生了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然后我弟弟自从 娶了他之后 就没有再工作过一天 然后我弟弟就是做超级奶爸 完完全全是靠我那个弟妹养着 他们全家都把我弟弟当成 一个特别特别伟大的 一个重要的人 吃在那边供在那边 他们就觉得说 每次都说你很辛苦 你在家里看完很辛苦 我一直觉得这是个男女平等的问题 有点大 其实 如果有一天 就是女孩子说 不仅仅是已 你生了孩子没有 你的婚姻是不是幸福 来作为它的价值的评判 那么男生也就不会说 他到底要挣多少钱 他社会上地位有多高 来作为它的价值评断 就是说其实当女性 就得到了 得到了她的解放的时候 男性其实也一样 得到了她的解放 是的 你只要做 你能够做的好的事情 就是说其实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面 如果女性的地位提高的话 相对来讲 男性的地位也在提高 其实男性也会舒服得多 因为现在外界对全职妈妈 或者是女生不工作 还是会有很大的一些意义 会觉得女人一定要出来工作 当全职妈妈很容易和外界失去联系 然后老公在外面做很多事情 你都插不上话 我觉得啊 我觉得这个是自信的问题 如果是全职爸爸 那你可能出去说 你都觉得怕你说 但是如果你内心很自信 因为你知道你的家人很需要你 这个家也需要你 你家就是你的核心 你也是这个家的核心 而且说句实话 就是我宝宝刚出生十天嘛 我只体验了十天的生活的琐碎的事情 我会发现 特别累 出去赚钱比这个 金钟菜的 是的 而且像我觉得像盖以后 好像他们都是把钱 全部都是交给了家里的这个太太 那就 就 其实就表达了很多东西 他也会有归属感 对 就是也让他有安全感的之外呢 就是我觉得 呃我的工作可能是唱歌 嗯 但我老婆的工作 可能就是帮我理财投资 或者说把家里照顾好 那就是他的工作 我并不觉得就是说 女人在家不工作 就不是工作 全职的职也是一种职业的 但是就是唯一一个问题就是有这种全职太太最后就出问题的是因为什么因为就是可能两个人的沟通越来越少对我觉得你不当全职太太就谈了两个人世界观不一样的都会分手对 我还好就是我是属于每次工作完回来就是睡觉之前我我我我会然然几乎会聊个两三个小时就聊这几天我发生了些什么怎么看那些事啊他会给我意见 你会让他有参与感对对对对这个很重要对一定要告诉你的工作在干嘛就你遇到些什么事生活里面的互相的交流对对对对对哪怕就是这这几天没有跟他打电话但回来我一定会全盘拖出好像遇到就是我们都都挺像的对对 不是他问老师自己都自己一定要去说就是我们要说而且说出这个东西其实不仅是你自己会心安对方也会感觉到对对安心对就有时候工作上遇到那种其实没有那么气人的事情 但你回家是把他说的很气人很气人让他来安慰你的时候对他有那种成就感成就感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走得处理好对挺好挺好挺好你们都很会吗 你们有没有就是在生孩子和怀孩子的这过程当中有熬不过去的时候觉得不行熬不过去太痛苦我觉得我熬不过去就是背奶的那段时间因为太辛苦了我十五个月是恢复就是正常的工作我就每天要吸奶吸无处遍的时候又在那么恶劣的环境底下吸奶的时候你的心情真的是在厕所吸的时候在厕所吸对就非常 非常的崩溃 而且觉得有点对不起别人因为中间总要崩奶对不起等一下我崩个奶 对不对有点对不起大家 你们俩呢有吗 会啊我试过他有一次就不停哭嘛 我小时候他人很小也表达不到他为什么一直哭 然后我就崩溃了我就怎么哄也哄不到他我就把他扔下放在床上我说你哭你继续哭我就崩溃我就要自己到旁边冷静 我在想其实每个妈妈都会有崩溃的时候或者不知道怎么样去不知道他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怎么办对跟他怎么沟通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想逃避但是我们冷静下来就要想好有什么办法可以继续跟他再沟通就逃避也不是一个好的办法还是要去面对的 我女儿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就是我突然间查出来他有一个先天性的心脏有一个问题 前一段时间因为他要上幼儿园了嘛然后我就去带他检查身体 然后那天呢突然间就说他左心房是说他有有杂音 这个真的是有问题要做手术这么严重对这个小孩子做手术还是行对然后我就特别自责化就问他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问是不是跟妈妈有关系还是说跟跟什么医医有关系 我们第一个是我们第一时间都会在自己身上找原因真的要命了 这不是跟我有关系我就觉得我很对不起他你知道吗 然后我当时就很崩溃然后我就哭了 然后那个时候我女儿手上已经买好针了 然后就给我拿纸就说妈妈就在给我擦眼泪 然后她就说妈妈你不要哭了 我说然后我就说对我可以给你们看视频 我说她说我说你知道妈妈为什么哭呢 妈妈心疼我 妈妈你不要哭了 然后她就说她说嗯 我都在这儿呢我不怕 然后我第二天早上起来把我女儿抱到手术室的时候 她根本就没有哭 但是她出来之后等下清醒的时候 她就一直跟我说我再也不要跟你分开了 她说妈妈 她脸好痛 对 你刚才一说说孩子心脏有点问题 妈会想到自己的问题 对 我也是这样子的孩子稍微有点什么 我就在想是不是我年纪太大了才怀她 我就在想 这就是当妈妈的 爸爸永远都不会觉得是自己的问题 对 爸爸啥都没问题 我刚才为什么问你什么病吗 因为我女儿也是她出生的时候就是 她是心脏吗 心脏 就有一个洞 天哪 所以她一出生的时候大概一出生的天 她就被接去另外一个医院了 所以我在医院那几天 你跟我们在讲过 我是没见过的 但是那时候可能没说什么病 要做手术吗 她刚好不用 她可以慢慢地愈合 就大概检查了两年吧 那你女儿算是很好了 嗯 就是我突然间就意识到说 我们原来觉得每天好像已经把她们照顾得很好了 但是真的没有 就是她们真的会养一个孩子真的很不容易 王老师有知道玄姐刚刚说的悲奶的时候会觉得 我知道但是玄姐因为她真的任性太大了 我最大认知就是她没有熬不过去的事 因为我都劝她不要做的是她说她自己还是能做 她极限是很宽的 世界冠军 世界冠军 她确实她那个极限 就是意志力跟我们常人是不一样的 忍耐力太强了 安晴有没有非常过不去的秀 因为她有一天我是出于演出 然后她给我发了一张 她的那个肚子的那个伤口的照片 哎呦好心疼 然后她发了给我她就说 你看我肚子再也回不到以前了 然后我就我就反思了自己 好像她的情绪并不是我想的那么的问题 对 因为我觉得我一直在陪着她她没事 但突然那天我出去过她就给我发了一个微信 我就啊她当时想 还是得多关注妈妈 对关心这个 你就是 葛布産那个伤疤就是很难恢复 我现在十个月嘛 就每天都要涂各种的药 然后我就希望她稍微好看一点 那个还是挺丑的 对于我们这种小女生来说啊 就不像说割了一刀就割了一刀了 这么简单 我每天不管做什么事 我都很容易看到她 就是想到那个为孩子付出 这个会不会有什么方法是可以让她完成 不行 不可能消除 你想要剖腹产就是七层 要一层一层地把你的皮剥开 然后最后它连起来的时候 也是把七层就全部缝在一起 就是这真的是永远都不可能 恢复到以前的样子了 然然刚一直说没有嘛 你观察到一时有过吗 她其实潜意识当中的没有 我觉得是用一句话来告诉我 就是我经常会跟她说 我说辛苦你了老婆 她会重复地一直跟我说一句话 她说我爱你 这个孩子所以才是我们的 她会一直重复这句话 因为我爱你 所以这个孩子才是我们的 对 对 我觉得她那个时候应该是很难受的 但她会一直重复地这样告诉自己 这是我们爱的结局 对 她愿意为了这个孩子 她愿意 肯定也有啊不过去的肯定的肯定的对 她是说这个时候 就是很难受了对 她也在告诉自己 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很幸运 我因为我不知道小白啊 但是我看了我们三个 我觉得我们三个在老婆面前都还可以保 好保持男孩男孩的状态 是子之心还有就是我们也很幸运 对 还是这是彼此的真的 就他们还是包容包容 当然当然当然对包容很很包容我们 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样闺蜜姐妹这样聊聊话 我觉得真的是很开心的 尤其是我那时候怀孕完之后 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很多气 老公也有时候会对她很生气 小孩对她很生气 婆婆也会对她很生气 就是有时候大家姐妹们我觉得吐槽一下 自己就马上就会变好 当然了 对 是吧一想说哦原来大家老公都这样了 对 有时候你说完就没事了 其实那些都是小事 你说完之后 要不然有的时候一些事情跟老公说以后 她特别当一回事 就特别分析 你知道吗 就讲道理真的很讨厌 哈哈哈 讲什么道理 我觉得我朋友彩儿呢 她是一个很能照顾她老公 又很能照顾到她小孩的一个人 是非常有办法的 所以我真的很想她去参加这个乘风破浪的姐姐 就要跟她说是硬材 你要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 我看你怎么管那帮姐姐 你要做队长 告诉你 哎我那我还蛮期待看她的 哈哈哈 我觉得姐妹很重要 老公有一天会走 你知道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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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觉得妈妈们还是比较辛苦的 肯定的 然后呢我们今天的爸爸观察时间呢 就已经结束了 刚刚说这个惊喜嘛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惊喜 我先把我惊喜的朋友请上来 然后这个是田淑田老师 你好 你好 男主厨 哇 你好 哇 然后因为妈妈们我觉得平时都非常的辛苦 然后这儿 呃 有田老师呢带领大家 给妈妈们准备一个非常丰盛的晚餐 好吧 所以以后需要解决先生帮我打打下手 好 好 准备一个惊喜 好的 好的 走吧 走吧 干酒还可以 这对于减肥的人来说看着 感觉我今天这么足啊嘞 现在好多综艺节目都有这个环节 对 这是坐下来 我是从唱作人就一直开始吃 你们在家做饭吗 非常少 根本没时间在家其实 开心的时候啊 呃对看状态 也是看我也是 我也是开心的时候会 前四个月的时候 没就是疫情嘛 还在贵州 家里要一点 搞一点 我自己坐在厨房自己做郁闷的 哦 就每天感觉都待待待在厨房 就没出来过 啊 是是是是 爸爸 我是你的大叔 提笔我画稀有 醉本的家人陈霜队 我已经闻到琼琼的味道了 哎呀 妈呀 妈呀 我做错了 我把汤圆煮成包子了 煮成包子了 怎么办 就每天感觉都待待待在厨房 就没出来过 啊 是是是 你要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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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喜欢我 对 然后又我要去 哈喽 各位漂亮的姐姐们 哈喽 本来我早就该进来 但你们聊得太开心了 我实在是不敢进来 然后刚刚爸爸们准备了惊喜 在等你们 好 所以现在我们就要大楼下去了 那我们就下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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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掌声 因为我们刚刚观察室一直在观察你们的聊天 啊 真的吗 是吗 喜欢我们的聊天吗 很喜欢 有得到一些什么吗 得到就是要好好照顾女人的情绪 对啊 把女人照顾好就等于对你自己好 是不是 对 没错 我没有说你怀怀怀哟 对 没错 哎 我们先让我们的大厨说两句呗 大厨好 那很荣幸今天给大家做菜 首先我给他简单介绍一下 那一个是叫西柚椒麻鸡 可以让口气口气口气更加的 让味道更加的清晰 好开胃啊 吃完可以直接接吻 对 然后这个叫春风豪子鲑鱼 里面还有一件紫酥 常食用的话会对乳汁不通 会有很好的效果 哎呦 这个春暖 然后加上酒酿不但下奶 它还帮助体内恢复排出雨雪 好 大家慢用 谢谢 谢谢 慢用 慢用 想念你了 好 再见 拜拜 吃吧 各位 吃吧 几位老公刚才好像也听着我们聊天呢 是吧 对 听到了 全程吗 那我刚才听到盖你们那一段 我觉得挺感动的 怎么说 我之前还在说 老公迟早会走的 我要闺蜜 但他就跟我说 你们两个死也要站在一起 我觉得好感动 对 但是我们就完全不一样 我们就会说我们真的是 要死也要埋在一起 就是这种话 所以他们会聊哭 你知道就想到 如果有可能分别这件事情 会哭 我们是觉得孩子其实迟早都会离开我们 去成立自己的家庭 就是到最后 我们俩是陪伴走到最后的 哎呦 你这样让我觉得我好不爱我老公 王老师听到了吗 听到了 听到 你们聊到最后一趴的时候 我觉得刘璇实在是太坚强了 我以为你 因为刚才那个 蒙孟讲那个 他女儿的手术的事情 我们是经历同样的事情的 我们儿子就是也做了一个手术 然后他最可怕的是什么 就是让我们俩签字 我们俩都不敢签 签下去以后 儿子打了一个麻药 立刻就 那个医生说你们等四十分钟 结果我们等了两个小时 我们俩站到那个病 那个那个手术前 我们俩都站两边了 不敢互相 因为我们俩一互相一捏就会哭 个子站在一边 锁着一个死去等着 等着倒计师 等舅舅出来 我们俩才放下这个 你知道吗 我女儿做手术的时候 应该是早上 我老公陪着我去了之后 然后他跟我说 大概这个手术做了多少时间 我说一个多小时吧 我去车里睡一会儿 我去车里睡一会儿 这心也蛮大的 他不会被骂吧 就是我当时我老公 就是老跟我讲的一些什么历史 就我不太 因为我在国外很多年 我真的是不懂中国历史 他没事给我讲什么司马懿 然后这个什么什么 刘邦 我讲三国那些东西 他们觉得好厉害 但我心里 他好像懂得好多 有 有 你是真的欣赏吗 还是敷衍他 我是当时是很欣赏 现在呢 现在不讲了 不讲了 打的 我真的不行 如果他跟我这样讲 滚 滚 我会睡着的 我会提着睡着的 是吗 你知道他给我一个什么感觉 他有点像那个万倩的感觉 对 侧面很像 也有点像 我们已经在微博认清了 真的 然后而且她也是不太爱说话的 然后她也是属于那种 倩恬也是 他们家是军人出身 就你俩真的说话就特别像 有种刚才就 又是湖南人 真的很像 你不要老点头 谜谜 谜谜是吧 你喜欢她哪个角色 我唱过脱身的主题曲 然后我自己就看那部戏 我是从那部戏开始 就是 边看边说 万千真的好漂亮 人手住嘴 那真碰到了你会怎样 你会上去要求 就很礼貌的 我以前还也喜欢辛子雷 我现在终于知道她 为什么感情那么好了 就是 她可以在她的老婆面前 随便说我欣赏哪个女演员 她知道我是真的只是欣赏 就把自己完全可以 暴露在对方面前的那个 她说她喜欢张笑泉 对 然后我就跟她找张笑泉的手印 她第一次去唱张笑泉的手印 手印的那个手印的电影票 我就跟她找 对 所以初当爸爸的什么感觉 你们这几个男生 就是赶紧长大吧 我现在蛮期待我教育她的样子 对 我很期待这一天 你是什么样的教育风格 我肯定是严妇 严妇 严妇 对 那也得等到两岁 她很扯 她有一次我们在月子中心的时候 就宝宝在哭 然后我们在想办法让她不哭 就马上又命令她说不哭 没有 然后她就问 她说 我什么时候可以打她 可以打她 我什么时候可以打她 我的天 那你要生个女儿呢 女儿怎么可能 捧在手心 对 对 捧 对 我老公说 我要生女儿的话 她要给她戴那个定位手表 或戴到十八岁 肯定的 哇 他怕对女儿好可怕 肯定的 肯定的 我跟你说最恐怖是什么 郑君老师来跟我说 他说 你要是生个女儿 其他你都不可怕 等到她十八岁 之后她把男朋友带回家来那天 介绍一下 这位室友的男朋友 狂野男孩 哈 我的爱心 哈 好像一把火 哈 燃烧了整个沙漠 哈 哈 怎么都不说话了 这有点男朋友 不满意 你就知道什么是天塌下来了 这边王老师要做心理建设吧 对 肯定的 那会什么样的女婿 你能满意呢 都不会满意 都不会满意 哈哈哈哈 这不是女儿的吗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当我们三个各自站在他们的父母面前的时候 他们父母的心情 惨 对 我爸都这么说 我是你 我绝对不会把女儿嫁给他 把女儿嫁给他 把女儿嫁给他 哈哈哈哈 对 我爸都对着我老丈人这么说 那雪儿 你觉得你 会不会就是对自己的 儿媳妇要求 要求会比较高 我不会 我对自己要求高 我是接受别人 就是我跟王老师在一起也一样 我们俩的性格完全不一样 她是一种 按她的话来说 散漫型的 我是绿脊型的 但是我接受她的散漫 包容性很强 我不是一个难搞的婆婆 你的意思 哈哈哈哈 我就会在她的特别自律上 挑衅挑衅挑衅她一下 我看着自律的人难受 她读北大的时候 半夜把家讲说 起来背英文 她讲说 你要我怎么活下去 凌晨三点钟 我盛着明明或者把灯一开 起来 把英文给背了 再到一起 好 她让你叹着你背啊 因为她退医后在北大读书 我知道她难度有点大 在北大 所以我就跟她陪她读了一段时间 那挺好的呀 你呢 你是怎么跟你老公认识的 她不是化妆师造型师工作的时候认识的 然后她追她老公 对我们在我们有聊过 对是我追她的 对是我追她的 哇哦 你为什么觉得 你当时她是 TWINS 我的好朋友介绍的 TWINS啊 那你为什么觉得她是她了呢 感觉就跟她一起很舒服感觉 就是 就是喜欢 对而且她能让我很快乐 一直逗我笑 真的啊 对 化妆就化妆嘛 都还干嘛逗人家笑 真好烦 是 而且逗笑了怎么化嘛 是不是因为你太容易笑了 也有可能了 我以为她很能逗我笑 其实很多人都可以 没有没有 就是因为你就喜欢人家 你也能逗我笑点 因为你喜欢人家 所以就一看着 你看每个人的点都不一样 然然 你最欣赏她哪一个点 我就会崇拜她 崇拜她呀 她比如说 她比如说她做一首歌 然后第一个给我听 我永远都是觉得 超级无敌好听 她写的歌里面总是会有一些 古诗啊 或者是典故啊什么的 我都会觉得 哇就跟你看她的眼神是 哇你怎么会知道那么多 你都是从哪里知道的 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就让她交给我 我觉得她是我最好的听众吧 就是每次我写完第一 写完一首歌 我第一个肯定是给她听 但永远的回馈都是这样 哥哥真好听 不是她 那但是她会不会也会跟你分享 就是说她的一些想法 对这首歌的一些想法 她会她会感受就是 她会跟我说 这首歌就是 你觉得 有没有转换 对 有没有转换 她会觉得 她会告诉我这种感受 对 其实我不会唱歌 但是我会听懂她的歌 到底是给别人 对 因为HIPPOP大部分的时候 都是情绪感染嘛 对 她会告诉你 这个地方我感觉没有起来 对 就是我真的就是 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觉得她 就是很优秀很好 谢谢 看出来了 我看到 我在这里看到你看着她的眼神 聊她的时候都是有光的那种感觉 我都觉得我这个果汁喝不了太甜 崇拜 你看 我们是不是差不多了 对 我们要走了 走了 你们要撤了吗 是 我要去机场了 好的 我们都要去机场了 拜拜 你们都太忙了 拜拜 拜拜 谢谢 那我们先走了 拜拜 拜拜 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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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我觉得几位老公是不是都吃饱了 有力气了对不对 对 好 接下来呢 你们发挥自己实力的时候 给自己的宝宝和自己 还有老婆 争取一点好的东西 也是我们新生日记 给予各位的福利 但这个福利呢 要靠你们自己争取 这个环节呢 就叫做爸爸给你亮一手 因为大家你看到这个 球门 足球球门 对 那图片就是我们新生日记 为大家准备的礼物 啊 我觉得 就是最右下边的这个 其实对于爸爸们 是真的很重要的东西 你可以腾出手来 看个报纸啊 看个书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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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呢 我先小声说一下哈 就比较贵的 应该是左上角的那一个 应该是过千的 其他的呢 爸爸们比较好使的 应该是右下角这个啊 好吧 好 所以呢现在各位 哪位爸爸先来 你最小你先来 你最大你最大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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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老师 王老师 在开始之前 你要喊句口号 爸爸给你亮一手 我一定要哪个哪个 你要说明白 你先说你要哪个 啊 你俩要哪一个 说听你的 我 对啊 哥咱先摄政好不好 对 先大 对啊 我先问你的脚能射中哪一个 啊 你得说哪一个 要那个最贵的吧 对最贵的 最有难度的 最最显示脚法 这个死脚的 对啊 他懂 对 来口号 爸爸给你亮一手 我要那个摇篮 哦 哈哈 完了 哈哈哈 哎 哎 但好歹是个东西啊 对讲机 可以 对讲机 对讲机 好歹是个东西啊 瞬间打脸 我要对摇篮他 你也好过中间 这几个白的呀 好好好 对吧 来 来两位 我们那个妹妹跟哥哥可以用 对啊 哥哥妹妹 这个是属于你们的礼物 你知道吗 好了 来 先说 爸爸给你亮一手 爸爸给你亮一手 我要那个摇篮 对 都是为了左上角 好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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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恭喜 喜提摇篮 哇 哇 完了 黄花我让你先踢吧 不是你你是队里边 我就打踢不了 哈哈哈 哎我动起来了 你看呢 就会一直一直摇 棒棒棒棒棒棒棒 来恭喜恭喜恭喜 谢谢 你们又可以看到我崇拜他的眼神了 哇 来吧黄花不好意思了 那个已经没有了 我应该在他之前的 我都跟你说了 你还是在那儿 这样子啊 你显示脚法 你钢琴啊 钢琴也不错 你先喊口号 爸爸给你亮一手 我要那个右上角 钢琴是吧 这是啥不重要是吧 主要是为了亮脚法是吧 你可是七号啊 请注意 加油一下 方向是对的 可以再来一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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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打个力柱上了 对力柱很难的 力柱 立即就跪下了 你特别像点球没进的那一位 你知道吗 中国足球不好 我是找到很多原因的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心态不太好 心里有问题 心态不太好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右门处你干啥呀 最后一次好不好 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 你先不要上升那么大意义 好不好 你这样子好不好 有一个东西就行 可能是这个鞋 这个鞋 高琴啊 好累 哈哈哈 哈哈哈 主张 主张了吧 不是 你再来一脚 你再来一脚 再来一脚 赶一脚 该你先说你要哪个 你要什么讓盖给你听 铛琴 铛 我试一下 你说小七我给你亮一脚 哈哈哈 缓缓 我给你亮一脚 你要哪个 右上角 右上角 这两条 我争气了 来 把钢琴给她 把钢琴给她 来 恭喜你 请问小姨 好 现在我们这个力气也出了 这个礼物也拿到了 那么其实现在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给我们的娃 虽然他们都已经出来了 但是他们现在 肯定还不记事 但是要给她 写一个最重要的日记 然后要告诉他们 停这段时间 你们的心路历程是什么 等到他们长大以后 会好好的回顾 这一篇 在我们《新生日记》 这个节目里头的 最后一个日记 好不好 那么接下来 就是你们一个个上去 然后给自己的孩子 说上一段话 好 好吧 好 我每次在这个环节的时候 我又要哭了 我原来在这个环节的时候 都会哭 因为非常地有仪式感 到一个地方 是 好棒 来吧 来吧 这是妈妈最后一次录节目了 所以你们都会在妈妈这个体育精神下 跟妈妈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妈妈我们在写日记了 你跟谁一起写 我跟干妈妈 哈哈哈 一记新生日记 它出现了半级 哈哈哈 记录的这些东西 我相信就是我们这一生 最美好最美好的回忆 爸爸永远都跟你们在一起 同手同脚地长大 好不好 希望你快乐的成长 不好意思 素材这么少 期待我的下一胎 好不好 下一胎我拍多一点 你觉得怎么样 嗯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青年网 北青网 环球网 国际在线 千龙网 粉丝网 中国娱乐网 360娱乐 猫坡娱乐 红网 华生在线 新浪湖南 凤凰湖南 网易湖南 大乡网 大众网 熊猫娱乐